好那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使用Cellery呢 去发送邮件 那么Cellery这边我们说 你要理解的就是它里面核心的 这三个概念啊 发出者 中间人 还有这个处理者啊 那么发出者和处理者之间 他俩之间呢 是通过这个中间人啊 进行信息的一个交换啊 相当于 任务的发出者呢 在发出这个任务之后 这个任务呢 其实呢是放到这个 任务对立里面 然后呢有 任务的处理者呢 他就会去监听这个任务对立 然后呢 收到这个任务之后 他就会执行 处理者这边 对应的任务代码 对应的任务代码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 就是你一旦对吧 你比如说我第一次写的时候 我写这个任务函数 这个任务函数我写错了 对吧 我写错之后 我要在哪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更改 那你注意更改完之后 你在这边改了 你的处理者这边 你要把它 也改了啊 要不他这边 处理者这边 还还是执行的以前的代码啊 以前代码 OK 所以呢 这个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 好 这是他啊 然后呢 你像这个过程 我们给大家说啊 使用Cellery怎么使动 怎么使用 首先安装一下Cellery这个包 对吧 安装完包之后 那么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除了今天啊 你注意 我们除了今天发送邮件 使用到Cellery之外 我们后面呢 还会使用Cellery啊 还会使用Cellery 去完成一些任务啊 那么这个呢 使用Cellery怎么使动 我们项目里面呢 可能有很多地方呢 都需要使用到这个Cellery执行任务 所以呢 我们会在项目下面 单独呢 新建一个Person的包 对吧 那么这个包的名字啊 你注意 它不是固定的啊 不是固定的 哎 并不是说必须叫做Cellery执行任务啊 但是呢 我们代表它是一个Cellery任务 对吧 所以呢 我给它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定一个文件 你就可以在文件里面呢 去使用这个Cellery啊 那么这个文件的名字呢 它也不是固定的啊 但是我们就写一个Task 代表里面呢 去定义了我们这个任务的函数啊 然后使用Cellery怎么使用 首先你需要呢 从这个Cellery里面呢 去导入一个Cellery这个类啊 然后呢 去创建一个Cellery类的实例对象 然后前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你就是你看到启动之后 APP对应的这个名字啊 也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名字 好 这个名字呢 我们说虽然它可以呢 随意指定 但是呢 你在项目里面 你最好就写这样一个导包的路径啊 导包路径 好 里面呢 还有一个参数叫做Broker 就是指定你使用的中间人是谁 对吧 我们使用哪一个Redis 你要写上哪一个Redis里面的哪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下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Cellery执行任务 执行的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函数啊 其实就是函数 在我们这里面呢 你就是定义这个任务函数 那我们这边发邮件呢 我们就是定义在这里面 定一个函数 让它帮助我们发邮件 那么你这个任务函数呢 你可以去接收参数 对吧 你也可以不接收 看你怎么去定义啊 怎么去定义 那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是定义接收了三个参数 第一个呢 是ToEmail 对吧 你要发给哪一个邮箱 然后第二个呢 是用户名是谁 对吧 用户名是谁 然后呢 第三个呢 是这个Token啊 因为这三个呢 在我的里面发邮件的时候呢 我要用到 对吧 哎 收件人就是我们这个参数 然后呢 这里面这个用户名呢 就是这个参数 对吧 Token呢 就是我们激活链接里面的这一部分 哎 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啊 那么拿完它之后呢 那下面你就直接呢 还是呢 去调用将购里面的 Send没有函数呢 帮助你呢 去发这个邮件 哎 最后呢 我们模拟了一下 模拟邮件发了五秒 对吧 发了五秒啊 OK 这一部分的话 是我们写的这个任务函数 那么下面对应着 就是我们怎么发出这个任务 什么时候去发出这个任务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你看到 我们是在用户注册完成之后 我生成了这个激活的Token之后 我就应该呢 给用户的注册邮箱呢 去发送一方激活的邮件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你使用的时候呢 你需要从这个Tasks里面去导入这个任务函数 然后发出任务怎么发出 就是直接是这个函数的名字 点Delay 然后呢 去发出这个任务 那么发出任务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任务函数需要参数的话 它的参数呢 你通过传入Delay里面 给它传入这个参数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一句话的意思呢 其实呢 就是把这个任务帮助你呢 去加入到这个任务对面 那么你加入任务呢 就要有任务的处理者来执行 这个任务的处理者呢 在我们这边 我们是把它放到了我们的OBANTOO虚拟机里面 进行启动 对吧 那么启动的时候 我们说怎么去启动 你首先你需要把这个代码呢 你去拷贝过来一份啊 拷贝过来一份 那么你注意在我们这边 我们并不是启动将购项目啊 只是启动Celerator的Worker啊 工作进程 那么但是呢 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这个发邮件的任务函数里面 它使用到了我们 将购里面的一些配置信息 那么你需要啊 在去启动的时候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些几句话 对吧 就是首先OS 然后呢 先设计一下这个环境变量 去加载这个DFresh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导入将购 将购点Setup 去做将购环境的初始化啊 这样的话 我们Worker呢 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发邮件的时候 它就可以呢 去使用这里面的 Settings啊 就不会再有这个 第一次的错误啊 第一次的错误 这里面就是我们说 你需要在这个工作者这一端呢 去加上这几句代码啊 那么启动怎么启动 哎 其实呢 就使用Celerator这个命令啊 Celerator 然后呢 杠A 杠A 杠A的时候呢 你要指定你这个APP 它在哪个文件里面啊 你创建那个Celerator对象 在哪个文件里面 我们说就在这个Celerator Task的DNTask的文件里面 对吧 所以我要写上它 然后 Worker 好 杠L 最后呢 写上一个 If啊 代表是输入的日志信息 它的一个级别啊 它的一个级别啊 你注意 这里面是显示这个提示的信息 好 直接呢 去敲这个回事 好 这里面呢 它就已经启动了啊 已经启动了 好 这样的话 你只要注册之后 哎 你只要在我们这里面 你去完成这个注册啊 你去完成这个注册 哎 你在这里面 哎 你输这个Uda Regist 哎 你输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 你输这个密码 哦 哦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 你输这个注册邮件对吧 你一点击注册 它就会去调我们这个项目代码里面的 哎 Regist VU里面 Post函入对吧 这Post函入就一路往下执行 当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发出了这个任务 对吧 它发出这个任务啊 你在这里面 你一点击注册 哎 它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这个任务 发出任务之后呢 那么 这个代码呢 它是 不会去阻止啊 立马呢 就跳染到这个 首页 而这个任务在发出之后呢 那我们的 工作者这一边呢 他就会去收到这一个任务 对吧 收到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呢 去执行他这边的任务 函数 帮助你呢 去发这个邮件啊 最终呢 它发送成功啊 发送成功 OK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 Cellery它的一个过程啊 它的一个过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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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